嗨 大家好 我是Kennigin 歡迎收聽 尬了音樂 終於回來了 我現在超興奮的 但是我這幾天 好像得流感 因為我測那個 什麼快篩啊 是陰性的 所以我現在的聲音 可能比較有磁性一點 這一年多啦 其實我真的 經歷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然後 我覺得我希望可以在 這一集 因為我這一集 想要分享的歌曲 真的很符合我現在的心境 那 有 如果有時間或是我真的有聊到的話 我就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我這一年多來 我到底做了一些 什麼事情 然後為什麼我的頻道的 說明要改成那個樣子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在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 要 要 堅持努力下去 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 就跟著我想要介紹的歌曲 然後 然後好好來跟大家 聊聊好了 然後 然後 要說的是 嗯 大概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如果啦 你覺得你現在選擇的這條路 你想要走的這條路 是值得你花時間去試試的 那真的是 不要半途而廢 一定要堅持 然後 今天想要介紹的歌曲 像我剛剛講的 蠻貼近我自己的心情 嗯 第一 我覺得應該不是 它是 它是一些歌曲啦 但是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張專輯 如果大家看標題的話 就會知道 我今天想要介紹 誰的新專輯 然後 誰的新歌 這幾首歌呢 都是來自 鄧子晴 在今年推出的最新專輯 《騎士錄》當中的幾首歌曲 那其實已經發行了一陣子了 但是因為我一直想要介紹 我一直在想說我要介紹 什麼歌是我最近最喜歡聽的音樂 然後當作回歸的一集 最後呢 我還是覺得鄧子晴這一張《騎士錄》 太屌了 真的太屌了 雖然應該 我就不太需要我 再去做一些推廣啊 它 基本上 目前我看到的MV 少說都百萬了 至少也有 九十幾萬八十幾萬 以我最 今天剛剛看 就是剛剛給我上去刷 它的那個觀看次數的話 基本上它每一支MV都百萬了 所以 也不太需要我去做推廣 但是我真的太想要分享了 所以 我還是 把這張專輯 拿到我今天 以回歸的一集當作我想要介紹的歌曲裡面 然後就容許我聊一下這一張史詩集的專輯 我真的覺得這張專輯很猛很誇張 那從今年 年初1月17號 然後宣布進入全面閉關的鄧子晴 它關掉了所有的社群軟體 然後並誓言等下一次出現在大家眼前的時候 就是拿著全新的作品要來跟大家見面 那也真的睽違了半年 在今年7月份的時候呢 它在YouTube上面發布了全新專輯的預告 那並揭開了 啟示錄當中 樂圖 還有廢圖 跟 現實 這三個層面的全新世界觀 總共有14首的歌曲 14支的MV 一個完整的故事 那這14首歌曲也分別代表了 戚風至天堂的信跟 戚風天堂的回信 我覺得是一個故事感非常強大 然後世界觀很完整的一張專輯 那同時呢 我必須說啦 鄧紫棋真的是 為音樂而活的人 他 他也 他也真的很喜歡他的工作 暢而優 則演喔 就是鄧紫棋這一次擔任14支MV的女主角 那同時他也是編劇 所以這個 啟示錄的世界觀是 他鄧紫棋所創造出來的 所以不只是創作歌曲喔 他還寫故事耶 而且你把14首歌曲聽完 差不多就是一個小時左右 這已經算是短篇電影了耶 很誇張耶 很誇張耶 我今天不太會 去介紹MV裡面的故事 這就是介紹幾首我喜歡的歌啦 在這張專輯裡面 所以故事的部分 我不會介紹這麼多 那這次主要呢 就是這幾首歌都是蠻吸引我的歌 然後我會 我雖然不會介紹MV的故事 但我會照著MV的時間順序去講 就是這首歌在MV當中是第幾個篇章 是第幾首歌這樣子 所以我會照著MV的故事順序下去 那第一首歌曲呢 就是啟示錄當中的第一支MV Gloria Gloria呢是鄧子齊的爸爸幫她取的英文名字 那同時呢也擔任了這一次MV裡面 虛擬世界的女主角 那MV故事看我剛剛說的 我就不多講 我只能說她是一部人生啦 真的是人生 人生會遇到很多的起起伏伏 那鄧子齊在裡面調了一些比較大的重點 去建構跟闡述她想要表達的東西 那最後你會知道在這整張專輯裡面 愛是一個蠻重要的力量在整個故事當中 那像Gloria這首歌就是對自己的愛 鼓勵的愛 Gloria本身有光榮榮耀的意思喔 然後歌詞裡面呢也一直在重複著說 Gloria不要害怕 愛裡沒有懼怕 甚至在最後說 我是愛 我很久忍耐 我在等待 等你回來 這首歌一開始聽的時候 最吸引我的地方是 它很簡單 但是又充滿了史詩級的遼闊 它就很像 它很像一個大作 就是 它很像一個大作 但是你可以捧在手掌心上 近距離去觀賞 然後讓它包圍你的這種感受 這樣顯得好奇怪 但是我那時候聽完的畫面是這個樣子 我好像把這首歌捧在手掌心上 然後 像 像什麼樣 像洗臉一樣這樣子 潑在自己的臉上 然後讓整首歌 包圍我的那種感覺 很大 但是你 卻又可以感覺到它的那個大笑 畫面大概是這樣啦 那後來去看歌詞 但是 我很希望這首歌其實在去年就發行 因為 去年我真的是經歷了很長一段 很迷惘 很彷徨的時光 就是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在幫我加油 然後都在鼓勵我 但是 當時的我真的自己就是做不到這件事情 就是會一直 一直 一直否定自己 覺得 你看吧 我還是失敗了 就是明明下決定前 就有人跟你說過 欸你要想清楚喔 欸 你不要這麼衝動喔 但是到了 當下 你知道你自己 選擇失敗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否定的情緒 然後我一直覺得說 我是不是草莓組啊 我是不是經不起壓力 我是不是一直在走一條 我根本就不屬於我的路 就有很多很多否定的想法跟情緒 我知道只有自己跟自己 和解 然後去溝通 才會有下一步 但當時的我就是 完全做不到這件事 我很像卡在一個 我想一下 我想卡在一個 一條 前面全黑 你完全看不到 然後 後面的路你已經知道 你已經走過了 但是後面呢 旁邊有留一條小小的岔路 可以讓你安安穩穩的回去 你要不要回去 我問一下 你要不要回去 如果是你們 已經走到一條 你已經走在一個 你 你知道你現在 啊好 我失敗了 然後你也不知道 你未來長什麼樣子 你也不知道 你前面長什麼樣子 全黑的 但是後面有一條路讓你走回去 而且你可以 平安回家 妥妥蕩蕩的回家 沒有任何壓力 你要不要走回去 我好險沒有回去 嘿嘿嘿 當時很無助啦 但是呢 就我很清楚 只有我自己可以解決這個困境 就是我決定要不要繼續而已 那我現在聽到這首歌的感觸 其實蠻能理解的 因為我經歷了很長一段 我應該要鼓勵自己 但是我沒有鼓勵自己 最後 我終於鼓勵自己的那個旅程 就是我完全經歷過 所以如果你是去年聽到這首歌 可能會 它是 它可能會成為我 推動我的一個小小的動力 或是 抚慰我的一首歌 但現在聽到我反而更 能用我過去的這一段時間 去消化這首歌 跟理解這首歌 其實還是不錯啦 就這首歌 Gloria 來自這一次鄧紫棋 《啟示錄》當中的第一支MV 那它同時也是 一封天堂的回信喔 是天堂的回信中的第一封信 Gloria是第一支MV 那第二首歌呢 我想要介紹的歌曲是 這次專輯的 第六支MV 受難曲 它是一封 《啟天堂的信》 我當初聽到這首歌是覺得 前面一開始那個音樂盒的音效 還有一個女生發出那個 小女生發出那個 欸?的聲音 然後還有一個第一段結束 有一個女生的尖叫聲 我就哇賽 好特別喔 你們是仔細聽應該聽得到 因為滿明顯的 然後 我當初沒有想像說它是一首rap的歌 就是沒有想像它是一首饒舌的歌 那後面呢你越聽 就是我越聽越下去會發現 哇賽它每一個段落都是不重複的 全部都是全新的段落 然後更屌的是 如果有聽過的人就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它後面的那個爆發的力度是 突破天際的 這應該是鄧紫棋所有專輯以來 最高的一顆音 我 我的印象中沒有錯的話 應該是鄧紫棋所有專輯裡面 最高的一顆音 在這一首歌《受難曲》裡面 非常的爽 但也很符合這首歌想要表達的 崩潰與求救的感覺 這首歌是在講網路霸凌 那我覺得 沒有經歷過的人是完全無法體會 網路霸凌是什麼樣子的感覺 就連我可能也只是會覺得說 哇真的好可怕 如果它是每天 都在網路上很活絡的人的話 突然被這麼對待 那真的會很像是節末日 就是你心理素質如果不夠強大的人 很可能就真的被吞沒了 就再見了 真的很恐怖 網路霸凌 那當一位酸民我覺得 固然很簡單啦 就是你要留言 你留言的當下可能會覺得 哇很爽啊 出一口氣 可是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我的生活已經很忙很精彩了 就是好像真的沒有 這麼多的時間跟心力去關注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我連跟家人聯絡的時間都被壓縮了 我拿來的時間去留言啊 不知道 就是很多的八卦不管是公眾人物的啊 或是身旁的朋友的啊 對我來說就是 看過 知道了 就這樣 就這樣 沒了 就這樣而已 就是你要我打開他的頁面到底下留言 我覺得 好累 好浪費我的時間啦 應該這麼說 就是你如果是真正的朋友是會私底下關心 見個面吃個飯去了解 嗯 但有些人可能不這麼覺得啦 就是會覺得說 啊 這是我的權利啊 留言是我的自由啊 這樣子 那就 好呗 善事會循環的啦 所以 惡當然也會 但怎麼辦呢 就是這些人 真的不是你一直去勸導說 欸你不要這麼不做啊 你這麼做不好啊 然後有一天他就突然會覺醒 欸好像真的這樣做不好欸 那我不留言了 很難 很難我覺得 就是這種人根本沒有辦法改變 但我們可以提醒自己說 我們不要變成 這樣子的人 我記得 之前好像某一集吧 有提到說我大學時候 有一次在極度的生氣下 就做了類似的事情 我真的 好後悔 就是雖然身旁的朋友 可能都已經不記得了啦 就這件事情 應該是都不記得了 但這件事情我覺得我會擠一輩子欸 就是 我不能 我不能再做一次 我不能讓自己再做一次這件事情 然後我不能再拿這個工具當武器 所以 蠻 蠻慶幸的是我後來得知 但是那個同學現在過得不錯 然後也結婚了 就是 好險 真的好險 當時我們都道過歉了啦 但就是少了一個朋友 甚至你可以說少了一個同學 你要說這對我人生造成什麼樣子的影響嗎 老實說影響沒有這麼大 但是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小小的遺憾 因為只要多思考一分鐘 事情可能就不會變成這樣 我說我啦 我在當下我只要多思考一分鐘 我多冷靜個30秒 我就不會按那個傳送鍵出去 對 算是 上了一課 真的是上了一課 會 會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說 不要變成自己不喜歡的人 的 這種感覺 就這件事情對我的影響 可能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首歌《受難曲》 很厲害的一首歌 非常推薦給大家聽 一定要去好好的享受 鄧子齊在這首歌 帶給你的聲音的魔法 那接下來 第三首歌呢 是這一次第12支的MV 讓世界暫停一分鐘 是一封天堂的回信 這首歌真的很療癒 歌如其名啦 我覺得在前面11首都在推動故事前進的 突然之間 有一首歌可以讓你 拋開世俗 好好的沉澱 然後什麼都不管的 心境下的一首歌 那在疫情開始之後的現在 我覺得尤其今年 戰爭啊 通膨啊 天災 就是好像所有的不好都在無情的 而來就是一直摧毀這個大環境 但如果大環境在往下 那你自己 不管在心境生理上面 卻是在往上的話 好像多少都還能平衡掉一點心理的那種踏實 那可是有一個最害怕的點就是 哇如果連你自己也一起在往下的時候 我覺得當到了那個時刻 你真的會很想要讓所有的 事實上的一切都都暫停 哪怕這一分鐘就好 真的真的 然後那種自己的往上往下 我覺得是各方面 就是你認為你這一年來生活有沒有變得更好 可能是工作很穩定 尤其在這個疫情的摧殘下 工作穩定 沒有被裁員 我覺得這是一種蠻好的生活 或者是你可能什麼都好 但是分手了 然後這個分手的痛大於一切 那對你來說你可能 這一個時間就是在往下 對不對 我覺得這首歌可以撫慰到很多人的心 就像歌詞裡面說的 你想哭就哭 再哭幾分鐘 你若想放空 再空幾分鐘 You are not alone 我覺得今年的年初到年終 我的心境就是不停的往下 很多的時候真的會覺得說 Fuck 我為什麼要把自己過成這個樣子 就是會有很難過很無助的時刻 而且蠻多的 那因為不停的碰壁 不停的被拒絕 而且你無從得知為什麼所有人都不要你 I mean 不是在生活上 就在求職的道路上 就每一次的拒絕 我都很想放棄啊 老實說 就是你不知道這個情況會維持多久 但你有經濟壓力啊 你不能隨便裸辭 你知道嗎 就是你不能隨便 就辭掉你不喜歡的現在這份工作 因為你的生活會垮掉 你需要錢 但如果再繼續找不到 你的心理會垮掉 很崩潰吧 就是 怎麼講 嗯 好啦 這首歌呢 第三首歌 其實讓世界再暫停 讓世界暫停一分鐘 我覺得為了要緩和這個比較低迷的氛圍喔 我覺得也可以好好來跟大家聊一下我 就是 過去這一年多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緊接著 要來介紹 我今天想要介紹的最後一首歌 就是騎士錄當中的最後一個篇章 第14支的MV 天空沒有極限 呃其實整個MV14首歌 故事到了最後 男女主角是有一個蠻好的結局的 那 我覺得這首歌 被我聽到的時間很巧 也很剛好就是在10月的這幾個星期 我在新工作上班的路上 聽到這首歌 真的 淚流滿面 淚流滿面 因為真的就像歌詞說的 多少次 我心裡浮現失控的畫面 多少冷言冷語 汹湧的來到耳邊 多少夜失眠 你是否也曾度日如年 差一點淪陷 最後又唱到 天空沒有極限 我的未來無邊 破繭的我會飛向更蔚藍的明天 為什麼會這麼觸動我 就是因為這一年多下來 我一直到最近才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所以從去年5月 我從台中北上 轉行進了音響工程的公司 但是 怎麼講 就是 我因為對聲音很有興趣 想要累積經驗 然後之後我想要成功轉行 為聲音工作 但是當時的公司環境和政策 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疫情 導致我在公司呢 是極度的壓抑跟排斥 我其實前後只待了三個多月 但是我到後期 整個人已經快要得憂鬱症了 我甚至有去量那個憂鬱症的 憂鬱症前期的那個量表 真的就是 我除了最後一項尋短是沒有達標之外 其他所有的項目都 然後 妥妥蕩蕩的打標了 真的是 妥妥的給他打標了 那當時我身邊的朋友都叫我趕快跑 可是我就會一直覺得說 幹 我當初心思淡淡 就是說轉行就轉行 我原本是一位補習班老師 然後會一直懷疑自己說 我是不是草莓族啊 但最可怕的是 當下我真的 不斷的會去否定自己 因為你就會覺得 哇你人生第一個下的重大的決定 第一個選擇就 失敗 就這樣失敗了 然後我知道自己的身心靈 再也沒有辦法在這間公司給 撐下去繼續下去 因為我當時是一進公司 我就很想吐 我很想逃 我很不想要待在那個環境 但因為種種因素 包括自己的自尊心啊 經濟的壓力啊 家人的擔心 朋友的關心 對自己的期許 我覺得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就是都一再的告訴我說 你離職你就完了 真的 你離職你就完完了 然後直到有一天 我去找我姐 我認認真真的跟她聊啦 就說我這樣到底是不是草莓一組啊 我姐算是一個蠻 蠻 在我看來算是一個蠻成功的人 所以她給的意見我都還蠻聽得進去的 可是你會知道 最後下決定的人還是你 那時候我跟她聊完的時候 我姐姐跟我說 你快跑 你真的快跑 可能他們也 看到我整個 就是整個人的轉變 是真的變得很不快樂 很不開心 然後很壓抑 就覺得很不像之前的我 所以很多人也會給我建議啊 就說欸你就 怎麼講 你就趕快再找一個工作啊 你就先離開 我真的不是沒試過喔 我在當時的 我跟大家理一下當時的環境 去年五月到七八月嘛 當時的環境就是全台三級警戒 那我想要找聲音相關的工作 它可以是錄音室 它可以是展演場 它可以是音樂教室 可以是樂器行 老實說選擇很多 但路很窄 我當時去面試了一些音樂教室 很困難的一點就是 我不會任何樂器 這是我最大最大的缺點 我不會任何的樂器 但我當時因為知道這個點的關係 我主要都是應徵行政職啦 但他們還是不要 就不要 然後幾乎所有的錄音室跟音樂工作室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全部都守起來不真人了 當時啦 我說台北 都不真人了 我甚至 甚至私底下去問了 某一間蠻有名的錄音室的回音師 然後也 他人很好 他真的很好 他大概跟我聊一下 他就說 現在整個 整個業界的環境啊 幾乎都守起來自己做了 就是主要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叫我只能等 可能一年 可能兩年 因為連他自己都不怎麼爭 錄音室助理了 就是只能等等看 不一定有 但可能有機會 但不一定有 就是大環境的驱使下 他們也只能這麼做 那後來我是真的撐不住 所以在八月的時候 就決定裸辭 裸辭就是 我還沒有找到下一份工作 我就直接辭職 我就直接辭職 然後 當時的心裡是真的 那個大石頭放下了 但迎面而來的是經濟的壓力 我還是要工作啊 然後 那時候真的 求助無門 我就去就業服務處 去填那個錶 去填那個膽 我還是得說 當時的政府 對受疫情影響的人來說 算是蠻友善的 有非常多求職的方案 只看你要不要而已 真的只看你要不要 我那時候參加的是 安文僱用計劃 它只適用於 沒工作的人 就是失業中的人 待業中的人 那方案的補助是 如果你靠這個計劃 去找到新的工作 然後再新工作 也做滿四個月 只要四個月就好 政府會額外給你兩萬塊 真的不無曉補啦 對我來說 當時的我來說 所以我在九月的時候 真的沒辦法 我就靠這個計劃 進了健身房當櫃台 我就是把它當做一個 我經濟不要有斷層的一個 小過程 那很恐怖的是 就是這樣一進去就 做了一年 一直到今年的八月 唉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這一年 是怎麼過的 他 他很空虛 但我好像又做了很多事情 你要說我沒有進步嗎 其實沒有 但你要說我真的做了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他 就這樣不見了 就一年就這樣不見了 當時我入職的心情就是說 我就是做滿四個月 我只要找到生意的工作 我就離職 其實想的很簡單 但真的 你永遠不是要 做起來 會這麼困難 我其實在入職之後 就不斷的在找 聲音相關的工作 也就是從去年的九月開始 我入職的第一個月 應該說第一週 我就開始在找 現在還有沒有聲音相關的工作 反正只要有 我就可以離職了 有我就離職了這樣子 那我 嗯 反正我就是從去年九月一直找 找到今年的過年 真的欸 沒有就是沒有 大家都不開 然後 樂器行跟音樂教室全部都鎖 鎖 鎖之缺 真的沒有 然後我後來 嗯 過完年吧 就是過完年經濟比較穩定之後 因為我知道我的最大缺點就是 我不會樂器 我如果想要走這一塊的話 又要跟音樂有點關係的話 就真的要學樂器 所以我就趕快找吉他教師去學樂器 去學吉他 因為我知道這個是我最 嗯 我當時可能會覺得說這是我 面試一直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就說 我就去學吉他 我從四五月開始我就認認真真的學吉他 然後同時一直在面試 那其實我從過年到去學吉他途中 也面試了好多間公司 那也全部都失敗 那學吉他之後也 一樣 反正就一樣我就一直在面試 一直被拒絕 我已經 我到最後 其實到六七月的時候 我已經不這麼的 堅持要在聲音或是音樂這一塊了 我就是全部都是找新證職 全部喔 音樂教授櫃台 什麼 樂器電商的助理 我已經很明確知道 反正我就是跟 我現在找工作 可能已經跟聲音沒有什麼關係了 真的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 但是 我只要 只要 有一點點他都這個產業都好 我都還有機會再往旁邊擴展 但我要先進來 我當時的想法是 但我要先進來 我不想再浪費我的時間 真的 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本來就不想當健身房的櫃台啊 我這 這只是我不要讓我經濟有斷層的一個過程而已 所以我 我做起來 力不從心 但是唯一讓我覺得上班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同事都非常的好 同事人都很好 都很好笑 可能也是因為 因為年齡層比較相近的關係 大家都很好聊 這個公司沒有布好 這個工作也沒有布好 但我就是不喜歡 所以我會很難過 就是我在這途中我就是很難過 然後又加上我一直求職碰壁 我甚至還應徵到唱片公司 就是當什麼總務啊 行政職之類的 反正我就是覺得說我要踏進這個產業 只要插到邊我都接受 那直到有一天 我跟一位會員聊天 他是一位外國人 黑人 男生 他大概從六月左右就知道我想要找工作 我想要離職 因為他有一天 他發現我會講英文之後 我們就會時不時的 拉底賽 那一天大概是七月底八月初吧 晚上十一點 然後我上晚班 他來運動 他就隨口的問我一句說 他其實每一次來都會問我這一句 他就說 How are you doing? 然後我也很隨口的 我可以說 Not good 他就說 We better talk 反正他意思是說 他 他直接說 他運動完我們需要聊一下 很可愛 他真的很可愛 然後運動完之後 他就問我說 因為他知道我要離職 他就說 你怎麼還在這兒 最近面試者怎麼樣了 但也就是因為 就是他問我的那一篇 我們聊天的前幾天 我的面試又失敗 就我最新的一次面試又失敗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 他當時就好好的了解我 現在的情況 就是知道我是台中人 來台北工作 然後他要我好好的回想 在這好幾次的面試當中 到底什麼環節怎麼了嗎 他想要 他幫助我去理出一些 我一直面試不成功的一些原因 但真正的原因我無從得知嘛 但我大概可以抓到幾個點 是我在面試的過程中 聽到跟理解到 可能的原因啦 就是有蠻大的幾個點是 有一些公司 很明確跟我說他們需要的是女生 可能是因為行政職的關係 那有一些是因為我不會樂器 所以可能不想要等 但我這個我非常可以理解 如果我是一間公司的話 我可能也沒有辦法 應徵一個不會樂器的人 進來這種音樂工作室 或者是音樂教室 雖然他是應徵行政職 但如果在溝通上很麻煩的話 我也不太敢 所以這個我很能理解 但那時候我已經在學吉他了啦 然後還有一些公司呢 是 是聊聊聊 其實前期都聊得蠻開心的 然後一直到他們說 欸你最快入職時間是多久 那就說因為現在工作關係 可能需要做交接 那最快的話兩個禮拜一定可以 因為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交接過程需要這麼 這麼久的工作 他就是櫃台嘛 所以其實取代率很高 替換率也很高 流動性也很 就流動率也很高 所以我就兩個禮拜差不多吧 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讓公司可以去 原來你要離職 我們趕快可以找代班 或是找什麼的 其實都OK 但你在面試的當下 你就會很蠻明顯的感覺到 面試官知道你要 可能兩個禮拜以後才能入職 然後他就興趣缺缺了 真的很明顯 這 這可以立即感受到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說 啊 嗯 沒中 然後我講完之後 外國人就跟我說 你幹嘛不就直接離職 你就先回台中啊 反正你就先休息一個 一個星期到一個月 你至少不用擔心什麼房租 反正你就回家了 然後在這一個月內 你再慢慢找工作 但至少你面試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說 你隨時都可以入職 他後面其實用了蠻重的話 他說 嗯 他說夢想就像一盞燈 就像光一樣 你要一直不斷的注入能源跟熱情 這個光才會一直亮著 但如果反之你不這麼做 光就會暗掉 他說 很重喔 那個 很重喔 他說我在浪費時間 我在浪費才能 我當下真的 很感動嗎 應該說 很謝謝他啦 很謝謝他 我其實我們真的沒有這麼熟 就是幾面之緣 偶爾會聊天 打個屁這樣子 但 我反觀他 他拋 就是他 下定決心 拋棄原本生活的一切 來到台灣工作 來到台灣生活 他要下的決定跟勇氣 比我多太多太多了 那 我還有什麼理由 害怕呢 所以 在八月中的時候 我 又再一次裸辭 就是我又毅然居然在裸辭 完全沒有找到下一份工作 完全不知道我之後要幹嘛 完全不知道我未來要做什麼 反正我就先辭職了 就照他做的我就先辭職了 那這也是我的決定 然後在之後的整整 整整九月當中 一整個九月 因為我姐的關係 我認識到了一個全新的職業 叫做 升學工程師 我認識完這個職業 我好像打開了一個新世界一樣 這也就是我現在的職業 就是我現在的工作 所以我真的 你要說為什麼 我想要回歸這集就介紹鄧子齊 因為 這整張專輯太符合 我的心境了 那就是一個人生的過程 就是我覺得今年 對於我來說 我在這個時刻 聽到鄧子齊這張專輯的釋出 好能代表我自己 今年到目前為止的結論 我前面經歷過很多 就是痛苦悲傷的事情 然後到現在 我現在上班真的很快樂 很快樂 很快 應該也不能說到真的很快樂 但是至少我是開心的 公司的環境 還有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每天都覺得時間過很快 就是一上班怎麼就下班了 真的 雖然可能明年做久了就不一定 但 我當時會想要 就是朝升學這一塊 就覺得我可以試試看 是因為我放眼五年之後 如果我今天應徵的是 可能音樂教室的櫃台 我如果回台中 其實台中還是有蠻多音樂教室 或是音樂工 應該不 好啦沒有說蠻多 就是還是有幾間 離我家算近的音樂工作室 或是音樂教室 樂器行 他沒有在整 行政人員 櫃台人員 我就是放眼五年後 如果我還是做這份職業的話 我那時候會得到些什麼 我可能可以開始授課 但我不想要當老師啊 老實說 我不想當老師 我沒有想要教吉他 我沒有想要教學生 但這好像是這個產業的 到很後期的一條路 因為其實蠻多 錄音師 大型的錄音師 都一直在開課 那開課的講師 基本上就是這些回音師 錄音師 來上課 那是一條 嗯 蠻明確的 蠻明確的路 蠻明確我可以知道我之後 會做什麼的路 當然我可以選擇 不要這麼做 可是我那時候就真的想說 五年後我應該 我如果選擇工程師 跟選擇行政職 哪一個對我比較好 想來想去還是工程師 對不對 是你應該也會選工程師吧 你們 如果是給你做選擇的話 而且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他又是在 做聲音的 所以 我覺得很符合我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反正就做中學啊 也OK 然後很很 很期待 很期待我之後的生活 可以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現在才 剛開始沒多久而已 可是我 我其實這 這整個過程中 要感謝好多好多人 就是幫助過我的 鼓勵過我的 經濟上支持過我的 我跟我姐姐超多錢 因為我真的跟不下去 我那時候的經濟壓力真的太大了 就這一年 可能沒有想過說我會離職 我沒有想過說我會這樣找工作 我會覺得我的工作一直都很穩定 所以我下了一個蠻重大的決定 那當然也是我自己要去承擔 我才會導致我的經濟壓力這麼大 可是 這都是過程啦 就真的都是過程 然後聽到這一次鄧子齊的專輯 我那時候真的聽到 我第一首聽到的歌就是 最後這一首我介紹的歌曲 天空沒有極限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 沒有這麼喜歡聽歌了 然後 新工作開始之後 我才又開始去聽新的歌曲 然後就聽到這首歌 我說哇賽 我就聽了這首歌之後 然後去看了一下這首歌的簡介 我想說 哇鄧子齊是不是在做一件很屌的事情 然後我就開始把整個 啟示錄的14支的MV都看完 就把他整個故事都看完 就會覺得 就是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就是這麼棒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就是這麼爽 你可以投入很多 你會不惜一切代價 去完成它 的這種感覺 好棒 真的好棒 然後 最後我想說 就是 我覺得今年在華語 樂壇 算是真的蠻好的 我今年參加兩場張會妹的演唱會 就是那個 ASMR 其中一場還是做內耳區喔 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爽 然後 維里安其中一場我也有去 好看都不行 真的很喜歡 然後 就是就目前為止 就是 除了看了兩場演唱會 要說三場 嚴格說算是三場演唱會 然後我買了一張專輯 唯一 今年買的一張專輯 是清風的 馬拉美的星期二 很厲害的一張專輯 我裡面有幾首歌 我真的也非常喜歡 有時間 下一次我 下一次 再看看好了 OK的話 我就可以 我可以介紹幾首歌 我蠻喜歡的 跟大家好好的來聊聊這幾首歌 對我的感覺 對你的感覺 或是他想要傳達的一些故事 跟想法是什麼 那 最後 最後其實感性的時間其實蠻多 因為你們也大概知道 我這一整年到底經歷了什麼事情 我其實蠻想要跟 現在對生活很迷惘的人 不知道你未來方向在哪裡的人 年輕人也好 或者是正在決定要轉行的人 一些鼓勵的話 就是 我真的覺得 就像我最一開頭講的 你只要知道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你在堅持的事情是 不傷害任何人 而且可以支持你前進 讓你越來越好的 你就不要放棄 要一直一直堅持下去 因為有一天 你一定會看到 就是你一定會看到他的 的 終點在哪裡 而且至少到那個時候 你還可以繼續再出去做選擇 但如果只要你說不要了 就回去了 只要你一停下 只要你一放棄 你就會回去 我那時候會 這麼積極的 因為太多人跟我說 你就先找一個工作 你不喜歡現在的工作 那你就隨便先找一個工作 然後再去找 好好的找新的工作 我那時候想法是 幹 我都要30歲了耶 我身邊的朋友都在結婚 生小孩了 有些人甚至在存錢買房了 我怎麼還在擔心我的未來要做什麼 我那時候想法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不想要再浪費時間 對我來說 在結婚房的這一年 真的很浪費 但是沒辦法啊 就是我前期要做的事情這麼多 我以前是 我大學是讀 外文 出社會就真的很理所當然 當補習班老師 但是我找不到成就感 我當補習班老師當的也不錯喔 學生也蠻喜歡我的 到現在有一些學生還有聯絡 就連我來台北工作 然後我有學生 因為那時候我主要是叫國中 他們到高中的時候 會參加一些暑假的營隊 來台北的時候還有 主動來聯絡說 我想要找你吃個飯這樣子 當然是我請他們 但是 但我覺得這些學生很有心 那 其實對我也是一種肯定 就是我在當老師的這一點多來 我沒有辜負學生對我的期待 我也沒有辜負自己對教學的認真跟熱情 但嚴格說 我在這份工作我找不到 找不到成就感 我得不到成就感 就算他們喜歡我 就算主管 對我的 對我的想法是很肯定的 我還是找不到成就感 我在聲音這個地方 找到了極大的成就感 真的啦 是真的 所以我才會毅然決然覺得我需要轉行 那轉行最困難的點就是 你沒有經驗人家要怎麼用你 所以其實基本上一開始我都是找助理職 所以連影響工程公司我都是找影響工程助理 反正我就是覺得我從頭開始 我那時候25歲26歲吧 我從頭開始都不算晚 沒有啦去年26 對 是嗎 去年26 我剛滿26 對對對 去年26歲的時候就是 反正我現在開始都不算晚 都還有時間 可是一直到 我離開音響工程之後 我就會覺得 哇 我還要再耗多久 我不知道我這個健身房的工作 會不會這樣子一直就做到30歲 那個太可怕了 就是如果我到 我做到30歲 我還要再找聲音相關的工作 到底誰要啊 到底誰要啊 對不對 所以 堅持啦 真的要堅持 不要 不要放棄 我這堵中做的 你要我細數我這途中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我不斷的學習 我其實在健身房工作 它是輪班制的嘛 就是 有時候早 早班那時候的 工作模式是 早上6點要上班 早班是6點到下午3點 晚班是下午4點到凌晨1點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輪 早晚班 偶爾會卡個中班 人多的話 但因為我那時候進去的時候 人力很不足夠 所以基本上都是 一直輪早晚班 早晚班這樣 所以我到後期 其實身體有一點撐不住 但也沒辦法 這就是我 我選擇進來的行業啊 我當時的預計 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只預計做4個月 我就要走了 但是沒有想到說會 一直維持這麼久 所以我到後期身體 有點頂不住 然後6點上班跟你們猜 我幾點就要起床 我應該說我幾點鬧鐘要響 我才不會遲到 4點 就是4點 因為我住的比較遠 離公司比較遠 騎車大概要半個小時左右的車程 然後記得還要刷牙吸臉啊什麼的 因為那時候 好啦半個小時 我都會提早 15分鐘到公司 所以也就是 5點45分 5點40分的時候 會先到公司 所以我大概5點就要出門了 5點出門 4點為什麼鬧鐘要響 因為4點還是睡眠時間 各位 4點還是睡眠時間 所以很常我會聽不到鬧鐘 這個是我入職前沒有想到的事情 我想說 我沒有想到會這麼困難 我遲到過兩次 就是真的完全聽不到鬧鐘 我張開眼睛的時候是5點 甚至有一次我張開眼睛的時候是6點 然後很可愛那個尋常 尋常弟弟打電話給我 你是不是睡過頭 我說下幾點 下6點啊 我就請他幫我站櫃台 大概站了一個小時左右 我真的是用 標的 狂標去公司這樣子 太危險了啦 對我來說 那時候真的是 蠻辛苦的一段時間 但是 我還是告訴我自己說 這是我選擇的 所以 我在途中做了什麼事情 我就是 第一個就是學吉他嘛 那 一直不斷的去複習 混音相關的東西 去熟悉看頻率 去看赫子啊 就是我們錄完音之後要去看 然後去看聲音的動態 就是一直不斷的學習這些東西 不停的 不間斷的 你 對我來說 如果你想要 你在還沒有踏上這條路之前 你都沒有辦法停止去學習 所以 真的要給 現在生活很迷惘的人 或是你 正在選擇要走在什麼樣道路的人 一點小小鼓勵的話 就是真的要 堅持 然後不要放棄 真的不要放棄 因為太 放棄的 投資報酬率太虧了 你如果堅持了好久 然後到最後你放棄 真的太虧了 就是這樣 好 我超開心的 就是回歸這集 我真的超開心的 我之後應該 因為我現在生活比較穩定了 所以 OK的話 我會希望每個禮拜一集 但不OK的話 反正我會持續更新下去 反正我就是 我就很想要介紹很多音樂給大家聽 所以我才會做尬聊音樂 那 嗯 遲到的這一年多喔 我自己長大很多啦 真的 真的長大很多 所以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繼續聽 好不好 如果 你們有繼續聽的話 好啦 那就先這樣子 我們下一集再見喔 掰掰